今後的部分 奇教立正解強群可以看到 9月24號路透報導 俄軍已經開始強攻 烏東的山頂小鎮 胡立達爾 那麼這是位在紅軍城 以南大約是80公里的位置 戰爭繪圖網呢 表示說現在啊 俄軍正在試圖包圍 這個小鎮用炮兵跟導引炸彈猛轟 基輔的軍事分析家 說撤出當地陣地 這是在所難免 騰訊網報導了這個消息 俄軍每天向紅軍城戰線 是發射了4600多枚的炮彈 加上數十至百枚的一個航彈 那麼根據報導 烏軍九屋旅還在努力 在闊斯克的防線取得突破 那麼同時根據路透社 獨家俄羅斯的國運軍火商 已經在大陸秘密建立了工廠 在專家協助下 開發了新型長城攻擊無人機 並且大規模的生產 就能夠用在烏克蘭的戰場 白宮說目前沒有任何的證據 可以證明 但是深表關注 這個俄軍開始強攻 這個狐利達爾鎮 很明顯的就是 在為攻擊紅軍城做準備 因為我們通常來講地面作戰 你往前面突進來講的話 你側翼來講 就容易被敵人切斷你的補給線 所以他現在往南打這個狐利達爾 也就是說鞏固他往紅軍城攻擊方向的 一個側翼來講的話 他加上這方面的補給 那現在來講的話 那我相信烏克蘭的軍隊在這邊來講 可能撐不了多久 然後勢必就會 光用炮就把你轟掉了 那在庫斯克爾這邊來講的話 我覺得這個是 烏克蘭自己的軍隊在那邊國防部 他這個虛張甚至放的消息了 那現在另外一種說法 我覺得比較可以相信的 是庫斯克爾這個地方來講 幾乎都已經快被團滅了 那普京下了使命令嘛 10月以後以前 那我們都認為說是把烏軍趕出去 但是我認為說不是要把烏軍趕出去 是要他們徹底把他們殲滅在庫斯克爾 這個地方 你進來多少人我就不教你這邊殲滅 以他現在來講的話 這個戰術的用法打擊的方向 我認為說是俄軍在這個地方 是就是不到你走了 你也走不掉了 所以我不相信 烏克蘭在這個時候 還有能力在庫斯克爾這邊發動攻勢 那另外來講 然後上面講這個G3 其實它全稱應該叫Gabia的無人機 其實它這家公司是俄羅斯自己的公司 它本身就在生產Gabia 1 一型的無人機 已經用在在場上面 它用的數量是多少 它每年可以生產數量 是8000到1萬架的這種無人機 已經生產那麼多的數量 那為什麼這個時候引用這個消息 路透社這個消息的來源是哪邊呢 是引用歐洲的情報員 他是這樣講的 那就很有可疑了 你情報員你任何人都可以當情報員 那我講的話 你可不可以說我也是情報員 我現在透露什麼消息給你 那你聽到後面講的更有意思 他說以前來講的話 中國給烏克蘭 給俄羅斯的武器 像這種武器 都是只有給他一些零件 以及一些這個組件 讓他自己到俄羅斯去生產 只是提供一些零件 那這次這個Gabia 3 他是整架給他的 整架生產完以後給俄羅斯的 那給了多少呢 兩架 那我個人認為說這個訊息很明顯的 就是烏克蘭 我們看這邊 烏克蘭來講大概快戰敗了 那美國跟北約 這一國家開始在找理由了 開始找理由說 我為什麼戰敗 跟他民眾要有所交代 你看你看 都是中國在那邊提供後勤資源 提供武器給他 你看現在又給他Gabia 3 這種這一款的無人機 這款無人機他可以飛很遠 可以飛到2000公里那麼遠 可以帶40公斤的這種炸彈 大概就是一顆炮彈 你可以把它想像到一顆很精準的炮彈 可以打2000公里那麼遠的一個地方 所以我個人是認為說 俄羅斯他們自己這個軍火商 已經可以有能力生產 這Gabia 3 一年可以生到8000架到1萬架 那他沒有必要跟中國買個兩架 那現在來講這很明顯的 我覺得而且消息來源是說 路透社引用歐洲的情報員講的話 我個人是認為這個訊息來講的話 純粹就是在放煙幕 只是為了在為他們以後 這個戰敗來找個藉口甩鍋給中國 就是因為中國提供這些武器給俄羅斯 所以說我們在烏克蘭這邊 才會吃了敗仗 我覺得目的是在這個地方 放這種消息出來 另外一方面看到 昨天是在紐約聯大上 當100多國代表的面大膽抨擊 確實現在矛頭有指向大陸了 表示到了和平計畫有很大漏洞 暗指大陸向俄軍提供了衛星資料支持 但是聯大現場看到100多個國家代表 沒有任何一個國家站出來幫他 那麼9月27號 責任司機來到紐約川普大樓 跟川普舉行2019年以來首次會談 會談前記者會 當川普說自己跟俄羅斯總普丁關係很好 責任司機插話說自己跟川普的關係更好 CNN報導兩人之間的緊張關係有在 會議前的記者會問答當中 是很清楚被看見了 牛彈琴甚至說責任司機 進來最憋屈的一次見面 請就蔡委員 責任司機在兩年前到聯合國大會演講 盛況空前 大家還記得 大家起立鼓掌 起立鼓掌喔 然後講幾句話就鼓掌 講幾句就鼓掌 這次去的時候 底下走的走 看手機的看手機 連大家連手都懶得拍一下 也沒有歡迎一下也都沒有 通通沒有 那這個也怪他自己大嘴巴啦 周恩斯機應該要去看醫生或者吃個藥 為什麼 他總覺得全世界欠他的 他總覺得他為全世界而打拼 所以你們給我是應該的 然後像德國給他那麼多錢 給他那麼多武器 他怎麼說呢 你們給的還不到我應該給的一部分 然後德國總統說要去訪問 他把他拒絕 他說你曾經主張過不應該軍援烏克蘭 你看我多大條啊 他是世界的中心 地球的核心 大家繞著他 對 大家繞著他 現在呢 我在戰爭剛開始爆發 我要吐槽他 你不過就是個悲劇演員 很多人把我罵得慘 現在呢 他就是個悲劇演員而已啊 烏克蘭的子弟兵很英勇 可是就在這種瞎指揮底下 沒有必要去犧牲的生命 全部都犧牲掉了 被政客 不知道為什麼而戰啊 這打酷爾斯科幹嘛啊 所有的軍事專家 我左右兩輩 他們兩個都幹傻了 為什麼打酷爾斯科呢 有什麼意義呢 對不對 你要嘛就打了核電艙 你又打不到 不然你們幹嘛 對不對 那光復仕途 他應該收復他 自重點在烏東地區 他應該收復這個地方 然後你把部隊調過去了 以後讓紅軍城 讓弗利達爾啦 通通陷入危機 這個人腦筋有問題 所以我說他吃藥 一點都不過分啊 他以為演總統演相 就可以當總統 就差太遠了吧 這個不曉得怎麼說他 他跑到美國去了 他說川普那個 俄羅斯戰爭的停戰計畫 是一個幻想 大概這個意思 川普他很生氣啊 川普那個嘴巴 他心裡想說 我好歹當過美國總統 你有什麼資格批評我的計畫 你是拿我的錢 拿美國的錢 當然後來川普大概想一想說 不見他 美國輿論也不會沒什麼好話講 好吧 現在要選舉了嘛 對 選舉了嘛 兩個人大概也不歡而散了 因為泽倫斯基的勝利計畫 川普連聽都不想聽 然後這個川普的那個 宗旨這個俄烏戰爭就是說 他穿著講得很白啊 這個俄烏意思要各浪一步啦 然後他說但顯然不符合 泽倫斯基要達到的目標 泽倫斯基能夠達到什麼目標 他現在什麼目標也達到不了 他能做什麼 用這個我們台灣台語的布袋戲講 他就是個衰尾盜人 誰要倒人啊 把他的同胞 通通拖到那個什麼 戰場上去變什麼 裝飾袋裡面的物體而已啊 他能幹什麼 他好幾次打仗人家看不懂他在幹嘛 比如說巴赫穆特 在美國很多軍事專家跟他講說 黨巴赫穆堅持在巴赫穆特幹嘛啊 然後他不是一理一理的 送進去角落機 不想要幹嘛 真的不想要幹嘛 然後現在紅軍城也一樣啊 他把精銳部隊調去庫爾斯克 現在紅軍城基本上 沒有什麼機械化部隊 他就把其他部隊又調過去了 然後那個他現在 烏軍95旅啊 他說努力在取得庫爾斯克防線突破 他們根本就中計了 為什麼 因為蘇聯軍隊玩 大概現在都首都孫子兵法了 他不跟你打正面 他跟你打側面的 怎麼說呢 他搞兩條戰線 今天西邊先打 你烏克蘭部隊只好從北邊 東邊部隊掉去西邊打 打完他停止到不打了 就開始打東邊 然後你又不要跑回來 他整天就耍著你這樣跑來跑去 然後他說 哎呀我的防線有突破了 為什麼 因為當你西邊停下來的時候 俄羅斯軍隊往後退 那他以為他收復了 他就開始打東邊 他發現不對要跑去東邊打 你去被耍著玩的嘛 而他呢 他這個總統是命令 謝爾斯基去打庫爾斯克的 他說我們要佔領 這個俄羅斯的領土 來對國際上做宣傳 對 然後那你佔領了以後 那個地方要布毛之地 說難聽的俄羅斯怎麼會佔 土地讓布毛之地多得是啊 他怎麼會在乎你這個東西 他就把你圍起來 跟你玩 你到底有沒有腦筋啊 你的質地兵很勇敢的打仗 那找了很多美國的錢 找來的這些什麼 歐洲美國的這些傭兵 來退休了特種部隊 問題你沒有重裝備啊 你整天就挨著 那空中炸彈在那邊炸 那俄羅斯也很壞 他根本就等冬天來臨 他沒有認真跟你 很明顯根本沒有認真在跟你打啊 就先拖著這個 所以什麼10月1號要收復 那個根本是金融時報放出來的假消息 他看起來根本就沒有要收復 庫爾斯科為什麼 因為你這個軍隊卡在那邊 你就調不回去紅軍城嘛 這麼簡單嘛 那你就繼續在這邊吧 對啊就乖乖留在那邊啊 對啊 你退也不是 進也不是就卡在那邊 那個叫什麼空城劑 布袋 口袋戰術是嗎 然後你紅軍城 現在又沒有重裝部隊 然後要從其他掉再調來 好 你再調到紅軍城來 你南部護理打偶現在已經掛了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曬乳我選KS皇家呵護 抗光清爽高防曬凝露 因為它有媲美藍光神盾的炸造之翠 保護我在陽光下 延緩肌膚老化 維持青春彈力 可以防禦工作環境裡的3C商品 各種包圓對肌膚的傷害 擦起來清爽不黏膩 我特別喜歡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 抗老化是我的保養日常 你呢 呵護你 呵護前家人 專屬你的KS Royal Care 暖光清爽高防曬凝露